嗯 不是洗粉泡沫 虽然看着很像哈 小安娜一块烫 据说 有它 今天探访的食物才更有味 现在人家是满满的一大锅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可以吃 而且有很浓郁的食物的香气 看着泡沫 很懵 可看了这个 我们今天要干嘛 估计有些人已经猜了出来 能说为关门地图吗 它这个水瓶咋样 它绿的中不软 嗯 不行了 被焦点了 咬的有点慢 再不赶紧换人的话 可能这豆子都要溢出来 嗯 现在这个物体 在冰头里边 进入仙界了 这寻觅服气啥嘛 今天早上6点就出发了 就为了找这家 在大山深处的摸豆腐 为什么要来这儿找 因为他们一天 能卖六七百斤豆腐 什么概念 而且就说好多人开车 跑过来买 它叫豆腐既好吃 做法也不太一样 地方很偏 但是豆腐却不愁卖 行家豆腐 作讽 翻过来 嘿 哇 超紧香 还带着一点点的酸味 我觉得现在只要给我一把刀 给我一点酱 我直接切着了 现场站着吃 馋 馋这块豆腐的不仅是我们 从西密市区 馨阳 甚至郑州来买的都有 你们从哪儿过来的 从郑州跑过来了 买个豆腐跑这么远 豆腐好吃呗 香 吃肉跟吃肉一样 我看那边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一些了 对 我已经做好 一家都一段了 你们早上几点起来做这个 五点 他叫行姜涛 是行家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 到这儿 开始的秘密 终于可以揭晓 这个是酥豆汁的末 豆浆末 豆汁的豆浆末 我刚才拿的只是小巧的一瓢 现在人家是满满的一大锅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可以吃 而且有很浓郁的食物的香气 其实就是豆腐的香气 吃到最后真的很好吃 虽然我以前没这样吃过 觉得应该不把饭就咬打都行 就是感受一下 团承了几千年的手工妙豆腐 如果按我这个速度的话 豆腐成不成形 成形了好不好吃 还不一定呢 豆浆必须要保证一个 80度以上的温度 点出来的豆腐口感 味道才好 煮好的豆浆 沙布过滤 姜涛的妻子老家云南 十几年下来 不但心密话说的溜 做豆腐也很溜 好了 好了 谢谢 好香 好香 好喝 没有什么甜味 全部都是豆子本身的香气 然后趁热煮熟了之后 很顺滑 很细腻 我觉得4块钱可以了 这个胆胶比较高 给吧 而且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4块钱 你算一下 你开车 各个地方跑过来留钱 开始车跑到这买豆腐的 还在乎这4块钱 何必都要忘了 破滤之后 开始点姜 一二次煎你成这种姜 这都好看了 这都叫豆腐吗 这都叫豆腐 现在颗粒都变大了 这都快成了 还有人喝点 这个像点花一样 是不是也比其他花呀 好嫩啊 特别细嫩 俩人一起啊 嘿 做豆腐是个辛苦活儿 尤其是这种老式的手工豆腐 一家人齐上阵 从早到晚停不下来 不过 对于我们来说 做豆腐的过程 绝对是一种享受 这不 又可以吃豆腐脑了 这次做好了 这次成豆腐脑了 平时咱们早上喝的豆腐脑 就是那种比较嫩 比较白的 它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深 就是刚点过姜的 好香啊 哇 挺嫩的 而且豆腔味特别明显 那豆腐棍着都是香甜 你应该又是啥 他到他这次第四代 输妞里又是干凉 老行说 手艺传到儿子 已经是第四代 近百年了 早些年 他曾一度中断做豆腐 不过后来还是想明白了 这手艺不能丢 现在儿子儿媳 已经挑起了大梁 早上吃松豆腐 六点开中家出发 六点半到十六点 要一夹一夹转送 这一个条是那一个条 七天饭羊肉 现在九点一碗 哇 起豆腐了 成形了 这么大一块 感觉还有晃动感 这个四季队涨胸的时候 学校旁边一家 这是磨豆腐 学校能跟它等着 高度就是抛克等着 给它吃了全豆腐 你感觉干这个会儿 最大的一个体会是啥 时间不够有 我觉得像这一位 教育的科技 是不够有 这都不够有